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 乔晶晶华丽蜕变 成为了娱乐圈炙手可热的一线女顶流 却被人恶意将其玩游戏的视频放上网 因乔晶晶是游戏王者荣耀的代言人 这让其游戏高手的人设瞬间崩塌 为了挽回形象 于是乔晶晶开始苦练游戏 却意外在游戏中偶遇学长于途 于是乔晶晶邀请于途做自己的教练 两人在解锁游戏的过程中开始变得熟络起来 也逐渐对彼此有更深入的了解 于是放弃暗许的乔晶晶再次向于途表白 不料却再次被拒绝 在失去乔晶晶后 于途才逐渐发现 原来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乔晶晶 于是决定主动追回乔晶晶 结局当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所以大家就坐等发唐吧 你是我的荣耀将于6月27日首播 记得订阅我们哟